日觀 當了之後WISE 偏偏就翻開一下 在身體裏面有沒有什麼關係呢? 身體容中有什麼關係,第一cks也是念燈 當然是念燈,等 impact 左上都那個應 這個就是空口的車頭燈 其實我們燈的光暗度上面 我們都花了一些空虎 就是因為眼的燈 其實在電影上面比較靠暗一點 車頭燈就比較光亮一點 可不可以多關上一盞燈? 關上一盞燈? 對,關上一盞燈 然後裡面我看到燈是有個燈杯 對,這個也是模擬車的燈杯 因為太光了 來到這個位置就想問一下 因為上次Operman是直接做到兩隻手拿著劍 現在我發現向前夾的時候 好像沒有上次的幅度那麼大 未必做到這一刻 OK 是不是? 我自己扭得不好 前面這個關節都可以轉水平轉 哦,應該是可以的 不過沒有了空口的關節 OK 其實這個動作應該是這個位置要咬多一點的 然後手是咬回來的 為什麼呢? 是做到的 不過我就要一點 因為我們還沒有轉身後面 哦 那其實呢 這裡的肩膀 肩膀呢 也有關節的 向前的 哦,OK 還有呢 大家看到這裡有個杯 其實我們做了兩層的拆件 當大家做這個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杯 對 有了 當大家做一個縮膳的動作的時候 其實這個杯可以有兩層去動動 大家可以做一個遮囚 既是緩衝 亦是一個保護 對 哦 OK 對 好 那這樣就行了 對 如果這樣就容易了很多 對 那胸口著燈之後呢 身體本身會有一點 就是腰部 就是腰部 我們先拆這個 好 比較阻礙 好 好 那我再弄它 BubbleB B的身體部分有什麼 我其實這隻手都真的玩得小心 因為我發現很多關節的情況下 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 究竟它扭的角度是怎樣 否則呢 有時候不覺不覺呢 大力了呢 那就危險了 就是真的不要扭錯方 大家都可以看說明書 都有清晰指示 也不太好 那麼腰部 都是一個雙部的關節 我看到三塊 其實大概這個位和這個位 都有一個球 前後左右 都沒有問題 我只要分了四個部分 是嗎 上空一節 上空一節 還有下腰腹部一節 腰有兩個節 我看到 下腹一節 還有腰部 我們適量會做一些軟膠的 大家玩的時候 就不怕它會有掛油的情況 會有哪個位置 這裡 這裡 還有這些管都是軟膠的 我看到剛才也掛不到 其實大家不需要理會它 因為我們做了QC軟膠 你怎樣移動都不會掛油的 你去到盡頭都不會掛油的 對 對 還有後腰這裡也是 我看到一些軟膠 對 我們都是在一些 屁股的位置 都是做軟膠的 YS今次見你 凡風的後面 那些金屬的細節很多 以往好像是這麼多的 這是全木銀色金屬色 這裡你們用了些什麼 因為我們在內部結構的 我們叫做黑鐵式的特徵 就做了很特別的處理方法 就是用那些素銀 那些素銀就可以將那些 黑鐵的特徵顯露出來 嗯 其實數了幾層油 就是約網 我們玩家都不會知道 其實都是四、五層的 我們一直的產品都差不多 差不多四、五層 背部挺漂亮的 背多一分 既然在後面 那我不如說這個 那門都還沒說 對 不要錄啊 對翼都正 這個翼其實可以裝出來 是裝刷的 噢 不如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背部就是這樣 這個用處 大家在AJ的照片上也看過 用來拍照 用來拿著打人 是嗎 因為那個托車盆 其實我們做了很多個關節 就是大家看看那個軸 就知道如何動 這裡兩個 這裡都可以放的 哇 可以發到這樣 對 還有這裡都可以轉的 那有什麼用呢 其實這個用途就是 方便大家拍照 還有玩 嗯 意思是多一點東西玩 對 多一點angle 的扭動 剛才玩過的鎚 其實這裡我附送了一個鎚 這個鎚有什麼用呢 揹著 對 如果不拿鎚的時候 就可以揹著鎚 是 大家看到鎚其實是平位的 然後大家可以轉 轉一下平位 這樣插進去 再轉一下 這樣就會扣緊 這樣就會扣緊 那隻鎚也可以安排 然後 安排完鎚之後 再安排鎚 那它鎚有沒有話說 鎚鎚鎚 鎚呢 其實它也是 波頭關節來的 大家可以這樣鎚鎚 而且本身這裡都可以轉 咦 我就想問是不是可以轉 已經玩到的 還有呢 這個車輪呢 其實我們也是做軟膠PVC 模擬翻增車輪的質感 那感覺好一點 我扭到翅膀 不知道如何還原 不要緊 看說明書就可以了 我扭到翅膀已經看到了 我扭到翅膀已經看到了 我先提醒大家 這個其實都是裝柵件 大家開箱的時候 其實還沒有插進去 那 可能有些玩家覺得會 不知如何擺放 那其實有個方法 就是這裡 這條棍呢 我們可以用的手指 這樣夾一夾 這樣放進去 這樣就會 實正一點 用這些的 準的 很棒 就不要受到軸和軸 對 用棍的手指 在這個棍 其實我覺得這扭門很漂亮 那個流線感 你看 就這樣看已經是很漂亮的一件事 這個是Cameron的新版 新版 有個十字在中間 就是2015 2016版 所以這個流線度很高 而且這種的舊化呢 令到你覺得很有層次 那個質感 你說美國的車子阿周 對不對阿周 這個車 這個車 坐吧 車房有10階 我不是問你講嗎 特色Tommy 是嗎 我不是問你講嗎 我不是問你講嗎 車房一比多少 哈哈哈哈 OK 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繼續講 腳了 腳那裏呢 這件都是裝產件來的 都是波頭 又可以的 對 我覺得可以改裝 這次 那大家是 當 玩這個腳的時候 可能有些位置 會阻礙 那其實呢 就可以 拿上去 對 整體調到適合 或者可以用來 拍照 或者遮掃 那我想到一些東西 可以玩一個動作 是嗎 那個動作 指定的 什麼都要做 動作 輸完工都要做爆地 嘩 嘩 這樣擺又形容了 這件事 這個膝蓋都可以 上下動 前後這樣擺 再擺高一點 因為當我們 筆過膝蓋的時候 這個位置 可能要適當調整 才可以擺到 嘩 又可以擺得多大 這個都差不多可以 打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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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啦啦隊 踢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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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叫做 我想問那個大腿關節 是什麼材料來的 那個 塞鋼 對,塞鋼 其實所有的 我們叫做跳屎關節 都是塞鋼 因為塞鋼材料 是比較實正 而且它耐磨 對 不好意思問一下 因為其實 這個位置 不是很大的 這裡 我意思是關節 關節這裡 就是夠力 可以處理整個 上半身 對 因為它那個 我們叫做跳屎關節 其實是利用膠競的彈繩 去扣那些齒位 所以其實是非常實正的 OK 這個水平轉 扭的時候 至少要小心 要知道那個方向 應該怎樣扭 沒有扭錯 對 請看說明書 都是請看說明書 這個一定要 否則很不值 自己親手扒斷了 還有 剛才也說過 我們為了還原電影的外觀 其實它那個小腿後面 有這個特徵 我剛才試過按下去 其實這個特徵 是非常之阻礙的活動 但是我們就不想取消它 我們怎樣做呢 其實我們做了一個彈弓 對 我先試過按下去 很棒 當屈膝的時候 是我們拿掉 可以接得.. läuft 看到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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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看到看到 這個是不夠穩穩度的 其實大腿也可以穩穩度 可以做到非常多 喔 匈力射球的姿勢 關節前後的再關節 其實就是可以扭著扭著模擬去變身那時候 模擬而已,模擬去變身那時候 擁抱一舊那樣 變成一個波一樣 其實在構思引擎的時候是不是想過這些東西呢? 就是讓玩家可以做一個假半度變身 或者去到中間變身那樣 如果你是引擎應該 應該立刻出去的歌詞創作力量同幻想 其實我們現在設計機下人 都差不多當他是人那樣做 都儘量還回一些最可動的關節 不過真的,我覺得最難處理 即是無論是機下人還是人 腳的關節,特別是這個位置 真的是最要硬正的 快點說腳板 因為都說了很久 因為我記得上次的拍文都很通透 今次看回大黃鋒 他做回戲裡面的質感 還有我之前真的變成型的那個牌子 其實看回那個位置 其實都處理得不夠好 現在這樣看 反而貼地性很高 講到貼地性和那個通透感 那其實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個 我們做的 他都不想像她的 那是很高興 甚至是什麼 最高興的 我還是要來看 更加了 你也沒有汽車